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不考慮摩擦力 只考慮張力跟地球重力的影響 請試著討論下列小球繞著水平軸在千值面上 千值面上畫起來 你只要看到千值面上 那就是變速率圓周 也就是說它這個東西它會變快 這邊比較慢 越來越快 那現在下列合者虛無證據 A 相對於歐 畫起來相對於歐 相對於歐 角度量守恆 相對於歐就要從歐來量 量什麼 量R 那我們看角度量守恆 不是先看角度量 先看有沒有力矩 力矩 等於角動量變化再處於時間 力矩 等於角動量實變率或是角動量變化處於時間 這個力矩 我們要算成是合力矩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邊量過來 這個叫做R OK 那它受到什麼力 它受到張力 張力跟R會互相平行 而且是時時刻刻都是平行 重力呢 重力它mg 像這邊 張力有沒有力矩 沒有 但是重力有 如果有力矩 就有角動量變化 有角動量變化 角動量就不會守恆 所以來 因為合力矩不是0 所以角動量不會守恆 角動量會變化 角動量不會守恆 錯 再來我們看到 B 相對於歐 重力力矩 P 比 Q 大對 來 重力力矩 P 的重力力矩 是重力在乘上力幣 這個力幣全部有效 我們以歐為支點喔 相對於歐就以歐為支點喔 同樣的道理 我想要算 Q 的重力力矩 就是重力在乘上力幣 力幣垂直有效在這邊 OK 就是跟支點垂直有效距離 就是這一段 垂直有效距離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Q 的重力力矩比較小 P 的重力力矩比較大 所以他說 P 比 Q 大 這是正確的 再請看 C 這正確的 正確的 再請看 C C 他說 相對於歐 OK 張力力矩 S 比 M 還要大對不對 錯 時時刻刻都是零 每一個瞬間都是零喔 你這樣子連過去 這個叫做 R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的張力 它是向下 跟 R 是平行的 所以時時刻刻都是零 你這個瞬間也是一樣 R 從 O 量出去 這個叫做 R 他受到張力 跟 T 是平行的 OK 所以時時刻刻都是沒有力矩才對 所以這個錯 再請看 D 合力不做工 喔 這個句話是錯的喔 當你說合力你已經包括了重力做工 所以順時的功率很為零對不對 錯錯錯 來 合力喔 當你在說合力做工的時候 你已經包括了重力 重力做工再加張力做工 還沒有其他力沒有了 就是重力再加張力 那張力做工是零 因為張力時時刻刻跟每個瞬間 的順時位移都是垂直的 OK 跟每個瞬間的位移都是垂直的 所以張力時時刻刻都是不做工 所以張力時時刻刻都不做工 所以張力做工沒有喔 所以重力有沒有做工啊 重力有喔 重力 他這個瞬間比如說跟位移同方向 那在下個瞬間比如說位移像這邊 這個微小的位移像這邊 他跟他夾銳腳他是有做工的 所以做工是不是零 合力做工不是零 所以 順時功率 不是很為零 好所以這個 第一次錯通 再請看一 一 他要問的是 因為張力不做工 所以 力全能守能對不對 是的 當你在算力全能的時候 只要算非保守力做工就好 不用考慮重力做工 記得計算重力未能就不要算重力做工 好那這個時候 因為張力這個只要算張力就好了 張力有沒有做工沒有 沒有 那這個時候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等於零 動能變化加未能變化等於零 那他的意思就是力全能不會變化 那力全能不會變化那就是力全能守恨 力全能不會變化力全能守恨 所以這個1是對的 本領答案是 B1兩個正確